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19年的奥地利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这场比赛是由德国的老将波尔对阵樊振东 波尔这个时候已经是38岁 他是左手横板,两面反胶 波尔的球呢,是细中有粗 为什么说细中有粗呢 就是他的球很细腻 他进台的控制技术,小球技术都非常好 粗呢,就是波尔他的这个相持能力也很强 尤其是在中远台呢,波尔还有一本反手的反拉 樊振东呢,是22岁 早在2017年呢,就是打入到了市井赛的南丹决赛 2019年呢,樊振东的状态不是最好 他的市井赛之旅,是输给了梁敬坤 上来以后,樊振东发动还是很快 尤其是大家看,他的反手非常的强势 不论是自己的主动进攻,还是防守 波尔的高调,反手直接,一个高点的反思 丝毫不给波尔拉手的机会 樊振东是拿下了第一局 波尔第二球一上来就有变化,发的一个半长不短 摆得不错,波尔上手,连续 哇,这就是波尔,在中台是反手的一个强势反思 大部分运动人在反省这个时候是选择过渡 樊振东是直接敲了一板大斜线 第二局上来,波尔明显是加快了节奏 尤其是在主动上手方面 这个球波尔指望没那么高 樊振东是没有赢钱,他整个重心是坐了下去 樊振东的这个球,他的质量很高,力量很大 并且他的角度也很刁 这个球是丁的波尔中路 中路也是很多横板选手比较难受的点 波尔摆得不错,这个球反手吃得不错 非常深,这个摩擦导致这个球过去以后 旋转极其不规则 反而难度很高 这个球樊振东对于旋转的预判还是没有跟上 波尔摆下一局 还颜色,双方打成一比一 这个观众视角啊,也给我们呈现出的乒乓球这个弧线 还有这个落点,看的确实是非常的好 不像现在国际拼给人 这个俯视的视角,是完全看不到 他球的一些艺术性和精彩性 反正东把正手短的这个球是用反手上步拧 确实反正东的技术是非常的先进 波尔又来了,又是反省 一个加力加摩擦 这个球是擦边了 可能是有争议啊 波尔说这个球是擦了下边 反正东还是不要受这个球的影响 在这个球擦边十分的情况下 反正东是连续的输了几分 现在有一个侧身 欧洲选手的,他们这个运动寿命啊 确实很长 一方面呢,是他的天赋 而另一方面呢 就是他们对内的竞争啊,没有那么激烈 很多别的选手对他呢 造不成这种强大的冲击 不像中国对他这种年轻小将的冲击 更新换代 还是比较快的 还是比较快的 波尔也制了制球台 波尔也制了制球台 波尔,反手才会上去 出现很低,很平 这球博尔是犹豫了 本身是准备去拉 球比较短 所以迫不得以球摆了一下 导致这个球下网了 反正攻击机会 这个球滚不住了 可以看到他也是很懊恼 这个球实际上自己已经是拿到了准备 博尔是丝毫不退台 坚持在进台撕住凡振东 哇 漂亮 表现郭尔在局末是强行发动 拿下了这一局 我看着郭尔确实非常地狠 在反手的下手 包括正手的拼抢也很积极 在发球上 凡振东还是要严厉一些 就是在这个阶段 博尔拼的凡振东呢 现在有一些紧 发挥不出来 所以在乒乓球比赛当中 很多的时候就是要 一个球一个球的去咬 这就是一个阶段 你把这个阶段如果能挺过去 很有可能还是可以打出局面 其实从硬实力上来讲 凡振东要高出波尔一个档次 要注意赢钱 不要坐得太低 重心太低太远 今天这个发挥啊 确实可圈可点 反手能够防得住 并且正手能很稳定 失误也是比较少 不管对方拉起来的这个球 他反手能够去下手 波尔批了一板反手底线的长 这个球还是很壮 但是这个阶段也是甩得过大 反正东也是来到了悬崖 这个球不错 节奏控制的不错 其实这种阵地战啊 反正都是一点也不触波尔 反倒是像之前那种 进台的快速度当中 反正东的这个质量的优势 没有打出来 所以可以适当的批一些长 让波尔的进攻不是 质量很高 自己可以去反撕反拉 反正东的战术贯彻的调整的特别好 反倒是反正东退下来半步 用旋转拔住波尔 波尔想有一些不适应 尤其是凡正东这一局 从波尔的正手去突破 前几局呢 有一些失分 所以在于凡正东控制波尔的反手过多 导致着波尔反手起板之后 正手侧身很从容 波尔能不能换手 这个球也是明显来不及了 旋转很强 反正东拔住 这样反正东是艰难的搬回了一局 整体现在还是落后 就看这一局的发挥 能不能够把比赛拖入了 波尔呢 现在更多的是依靠经验 东一个西一个来扰乱 自己现在硬实力的这种得分 还是比较困难的 从第四局开始呢 樊正东加强这局批长 还是击下去 准备反拉 把这个战术打得很通 在摆不住的时刻 我就是捅下去 平常姐都有球 铁柱来了 波尔也是在 是不能往前靠 他的质量 如果退排太远 能拉穿樊正东 哇 飘完了 一本 五局射 这样比赛是 投入到了决胜局 他已经是发动了两局 看决胜局能否 继继续 一定要减少自己的无畏失误 接得不错 大家看很明显 樊正东呢 是借了波尔的旋转 板形 力量 控制的都非常好 这个球就是拉到了中路 波尔的正手打了一板 机会了呀 已经是把波尔给拉开了 比赛也是进入到了白领海的阶段 比赛是焦虎 波尔再度拿到了领先 波尔再度拿到了领先 看决胜局要小心 这场直到第三个很危险 漂亮 波尔正在反拉的情况下 樊正东依然可以加力 并且变现 这个球是波尔的机会 只要能够拉到 这个球很有可能是得分的球 反正都已经没有位置 发了一个进眼蛋糕 是被波尔反手直接拧起来 波尔是拿到了两个赛点 这球还是有一些保守 发长球 然后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 这个球可以快就掉了下去 调擦得很深 一个节奏变化了 樊正东这个球是贴了过去 很好 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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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len 这个阵弓 行云流水 博尔队球就发球出台了 这样黄念东是完成了今天的大逆者 这场比赛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